分享 觀眾朋友在過專訪節目的現場 今天新聞無效的 檔年 帶他來關心的 下禮拜新興關注 平坦的疫情 因此 年代 已經講迫 一萬二萬疫情 新年新的所採 平日超過一萬 兩萬四萬年數 要降一千萬年 暗度 到底下禮拜新興 我們今天 暗時的臉線 本 中中下 酒 羅馬街 提派前 忘了是 來為人家來做選民 老師 您好 是 主持人好 老師 現在聽說這個 義大利的部分 好像蠻嚴重的 包括說政府下令也要封城了 那現在那邊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 是 主持人 我現在是住在羅馬 那在昨天晚上 其實在9點左右的時候 9點40分的時候 義大利總理他又在 他的臉書上做了直播 宣布了一個更新的 一個封鎖的措施 他現在是希望 這個全國的除了是 大家都盡量不要出門 如果你一旦出門的話 就是需要能夠 你要自己下載一個自主的授權書 然後證明你有一個急需 必須要出門才可以 那警察會攔檢 那另外他昨天最新的就是說 所有的餐廳 酒吧或者所有其實基本上的商店 都必須關閉 那只維持是超市跟食物有關的東西 是開放的 那另外開放的當然就是他交通 會繼續維持基本的交通運輸的系統 那大致上還有藥局這些 名稱需求是開放 那其他都是封閉的 所以其實現在可以說是 對義大利人來說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狀況啦 那他最開始的封鎖 當然一開始從2月21號 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最開始是封鎖了 只封鎖了北邊的11個小鎮 那到後來就是封鎖了整個北邊 米蘭鎖在了倫巴底大區 還有維尼斯幾個十幾個城 但是疫情一直沒有辦法停下來 所以他後來到現在就是 全國性的封鎖 又一直在加強上去 所以他的封鎖狀況是這個樣子的 老師你剛剛提到現在義大利的情況 是全境封鎖的狀態 可是就我們所知 前幾個禮拜 義大利總理孔蒂 那時候不是還對他們的防疫 好像還挺有信心的 還說要維持義大利的熱情 怎麼會突然這樣急轉直下呢 對我想他們就是因為在防疫的政策上 採取了一些前後不太一致的做法 這也是後來那個很多人 一般的評論家詬病的地方 因為他在一開始雖然前兩天 他封鎖了那些11個小鎮 但是那時候疫情早就擴散出去了 那後來我想是因為一些經濟上的壓力 那還有一些政治人物在他們選區上 因為大家都不想要被封閉 所以他們就去迎合了這樣的民意 那他們就在起初的階段 低估了疫情 然後甚至去開放免費 在佛羅倫斯有三天免費博物館開放 然後很多地方還促進大家出去 這個繼續去餐廳 那在那段時間 其實疫情一直一直的上升 就沒有能夠再起步階段 然後像台灣做了很多超前部署的預防性措施 我覺得在那個階段他已經錯過了 所以以至於他在最後到疫情到達一個 非常大的高點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辦法再用這種比較緩和的手段 去做只剩下一些極端的這種手段的選擇 這是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老師那這樣子 我們現在也蠻關心的說 當地現在的民生物資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有這樣子搶著排隊要買民生物資的情況發生嗎 有的 那尤其是因為現在開始宣布 全國性封鎖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在第一天他宣布的時候又是深夜 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深夜24小時開放的少數超市前面 都出現了大排長龍的狀況 然後當然後來隔天那個總理是保證說 不管即使現在全面封鎖的狀態 超市的供貨一定是會繼續保持 那義大利它因為本身它是一個農產很豐富 它大量的農產品輸出的國家 所以基本上它短期之內是不會有這種糧食的危機 但是我覺得主要是心理性 大家心理性的恐慌 所以在短期內有時候去超市會發現 哇怎麼架上都是一掃而空 尤其是像麵條啊 麵粉啊 一些這種乾糧啊罐頭啊 那個架上就是電源一直補貨也是來不及 是 那這樣子的話 義大利的現在在做防疫上是怎麼樣宣導的 然後他們自己評估自己的醫療的釀能是有夠的嗎 他們現在因為這個病毒 當然它主要是它沒有疫苗 然後它主要是靠著接觸而傳染 所以他們現在主要的宣導就是要 義大利人他叫做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因為義大利是一個高度社交的一個民族 他們非常見面就是要擁抱跟親戀 所以他最開始就告訴你說你用踢腳啊 或者是連手也不要碰 從生活習慣開始改變人與人 還有一個規定是人與人之間要距離一公尺以上 然後他用這一些然後希望你能夠在家裡面 那用這些去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但是醫療體系現在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義大利的他的醫療體系在世界上排名上 有一些是不錯的 那尤其是他一開始我覺得這也是他非常自豪 因為他的像他一開始就宣稱他的這個病床數 呼吸治療的病床數是有5000床 現在要擴張到7500床 這個數字上以全球來說是不錯的 但是問題是在疫情爆發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任何國家不管你多麼先進你的醫療體系就是支撐不住 尤其在北部 而且這種就是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的人他是不能夠輕易的 因為他會感染 他也不能夠輕易的轉送 轉送都有很大的那個困難 所以他現在在北部確實有非常多的醫院 就是告急 那個醫生出來開記者會說 他們在走廊裡面治療病人 那甚至有很多人他必須要在家 發燒了好多錢 他沒有辦法去醫院 而且他們已經在北部有一些地方 他也開始徵用了這個展覽場 裡面做一些比較輕症的 或者是其他的治療 所以說現在義大利 我看新聞有報導說 醫生是選擇性治療比較嚴重的病患 是真的有這樣的情形嗎 就是在報紙上面看到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去到醫院 去了解實際的情形 但是在一些非常非常疫情 非常緊繃的地方 像北部有個叫做有一個縣 叫做貝加墨地區 那你的醫生確實有出來講 那利民也有病患出來講說 因為呼吸器就是不夠 那他最後他只能夠說 讓比較有存活率的 就像在戰場一樣 沒有存活率的人 他們只能優先放棄了 那甚至那個市長他自己也這樣說了 那當然他這樣說完之後 他就說他不是要故意引起恐慌 但是他只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嚴重性 但是當然還這個情形還不是廣泛出現在每家醫院或 但是在不能夠外送的至少有幾個城鎮 他們確實有醫生出來講 他們就是面對了這樣的困難的選擇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關心在當地的臺灣的僑民的狀況 你那邊有掌握到多少 其實僑胞這邊最近也是為了這個疫情的事情 發生了一些的分裂 因為當然就是在媒體上會看到 最主要是如果是像留學生或外派財商 當然有些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的家人會臺灣的家人會非常緊張 希望他們立刻回去 那當然但是因為這邊有很多數的僑胞 他是嫁給義大利人的 那他們也是向我表達說 因為他的家就在義大利 他很愛義大利 所以他是表達說無論如何他不會離開 那他也希望能夠 他覺得義大利會度過難關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 僑胞的應該說是每個人的情況 他有他自己的考量跟特殊的狀況 那其實現在因為臺灣似乎已經不能飛意大利了 所以說想回來的也不可能回來的吧 其實他是沒有直飛 那現在就是你要離開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轉機了 那還有一些歐洲的點 像是在荷蘭或者是你也可以從中東那邊搭阿聯酋來轉機這樣子 但是當然就是有一些人會覺得說轉機的時候會增加感染的風險 那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或者說在這個時候搭飛機流動 是不是增加更多的風險還是待在家裡好 所以我覺得在義大利跟我們這個 就是斷了這個直航之後 確實造成了非常大的突變 那這也是那個義大利政府當初 我覺得他在做決策的時候 也是把臺灣列入就是一個失誤 好 老師謝謝你 非常感謝你 這次進美改的 我們再次使用 我們等到下半小時的奇數過來關心 和世界其他國外界疫情來新興 一看一看 奇數過來關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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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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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老師我們剛才呢 已經有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像現在全世界第二嚴重的地方 義大利他其實病例已經破萬 然後死亡人數破千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再來看我們亞洲好了 亞洲最嚴重的除了伊朗之外 那在西亞 那離我們比較近的南韓 他的病例可能已經超過八千人了 那這樣的話 其實南韓一開始似乎好像也沒有 把這件事情想太嚴重 因為我們一開始看新聞 還捐著口罩到中國去 可是為什麼事態會突然這樣子 這一兩個禮拜突然這個病情整個暴增 是的 那這當然呢 這中間牽涉到一點就是 韓國現在的防疫的策略啊 他用最大的策略就是 把所有可能的 受到影響的人都先來做一個 這個篩選和檢測 然後甚至各位在這個媒體上也看到 他們也發展出所謂的得來術的 這個檢測方式 然後用最快的方式 希望能夠把所有可能染病的人 先刪減出來 那這當然呢 從某種角度來講 他已經這等於是第二步的動作 第一步應該是像台灣一樣 能夠決戰境外 先把他阻決在境外是比較好的 但是一旦已經發現 已經成為這個社群感染之後 南韓的思維是認為說 要趕快快速的篩檢 而且他們也針對了這個最有可能的 例如像大家都很清楚的新天際教會 這個基督教徒 這個新興教派的這樣的聚會的人 然後針對他們來做篩檢之後 果然就篩檢出非常多的這一個人 大部分病例都來自於那邊 是的 那所以從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南韓的一個思維 就是說 事情既然已經發生在國內了 那發生在這邊之後 就要盡可能先把他抓出來之後 來做一個適度的區隔 不要讓感染的事態擴大 所以等於是韓國的高原期 就是他這個整個患病的高原期 在這一段時間內很快的增加 但是如果說他能夠確保 這些人能夠隔離 然後不會再度的 再做更進一步的社區感染的話 那依照韓國的公衛醫療體系的話 只要能夠把他事態能夠緩和下來的話 好像還是可以有程度的控制 但現在大家反而比較擔心的是 等於是歐洲 因為歐洲一開始的這個態度 還有歐美人士的態度 對於這個疾病的這個態度 好像有一點點不設防 所以現在反而在歐洲燒得很大 但是這不管是歐洲或是亞洲 現在重點是因為這個全球化的時代 是互相之間的感染 或是人際的往來 是會造成更多的這樣子 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這樣的疫情 所以現在比較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各國是不是能夠妥善的 利用他們的公衛醫療的能力 把這個病例稍微阻絕掉 而這中間還牽涉到一點 很重要一點就是 對於這個資訊的公開度跟透明度 那很多人包括美國的工衛學者 也都非常稱讚韓國的一點是 認為他們在公開 資訊公開以及篩卷 這個病例的方面 其實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 老師那這樣子 你剛剛這樣提到 我就想到兩個問題 第一部分是 為什麼他在第一階段 這個阻絕境外的時候 他沒辦法做到 那第二部分是 到了現在 可能到了第二波第三波傳染之後 韓國的公衛體系支持的下去嗎 是 那第一波 為什麼他並沒有把它阻絕在境外 那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一點 南韓是一直到了 二月二十七號 那當時他才宣布呢 把這個從中國來的這個 這個旅客呢 是需要阻絕跟中國之間的這個人員的往來 幾乎是慢了台灣整整一個月 那台灣是在早在一個月之前 在一月底的時候 交通部長林佳龍 就已經先決定 就在世衛公佈這個疫情 然後這個武漢封城的時候 這個其實台灣早就已經先做好準備了 但是其他國家 包括日本韓國 都沒有那麼快來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政策 很主要的一個原因呢 還是考量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那據聞在韓國和日本呢 他們正在考慮 是不是要跟這個中國的人員 往來做一個稍微中斷 或者說做一些措施的時候 也是來到中國 受到一些中國的壓力 那各位如果沒有忘掉的話 當時我們的WHO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還跟大家講說 不要這個太過憂慮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還是可以 國與國之間的交流 不要這樣子這麼快的阻斷 所以我想當時有一個氣氛 就是有一些國家 對於WHO的一些資訊 還有包括對於來自中國的資訊 會覺得說 還是某種程度可以信任 而且呢 也認為說 可以某種程度的主角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代表 另外一個原因很重要的是 有一些國家 跟中國之間的經濟的往來 經貿的關係 人員的交流 如果這麼快的斬斷的話 可能對於國內 也會產生一些影響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其實一般的國家 還是會先考慮到 他們的國內經濟發展 包括尤其是日本韓國 很大部分的經濟來源 都是靠中國的遊客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韓國跟日本 那韓國其實跟台灣 非常非常像 那我們有非常高的 這個貿易依存度 是跟這個中國大陸 港澳地區 那韓國也是一樣 那他們經濟的 對中的這個出口的依賴的程度 也是高過百分之二十以上 所以中國對他而言 是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體 那另外一個是說 這個不只是韓國 日本也是 那大家也都知道 日本因為安倍總理 提高了消費稅 那提高消費稅的原因 是認為說 之後一定會有很多的消費 這個消費從哪裡來 就是從這一個東京奧運 而東京奧運之前的話 其實從三月四月開始 剛好也是這個日韓的櫻花季 那當時會有很多的外國觀光客 而從二月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這一個是華人的年假 這個新年的年假 所以在這段時間的時候 事實上有很多的外國的觀光客 可能是這樣盤順的嗎 會到當地去消費 到當地消費的話 他就可以支撐當地的就業 那所以不管是日本或是韓國 跟這個華人社會比較近的地方 認為中國的市場其實是重要的 而且還有另外一點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在當時如果說 這個中國的事態不斷的嚴重下去的話 事實上各個國家還要考慮一點 就是撤僑的問題 那台灣我們這幾天 大家也是看到我們在這個 武漢這邊撤僑的這個事情 這個撤離台灣人的事情上面 也跟中國有很多的折衷 那事實上不只是台灣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包括韓國跟日本 特別是韓國有非常多的韓僑 也是在這個中國這邊 所以當時也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在一月初的時候 他並沒有說趕快就把這個人員的往來中斷 其實有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來自中國的抗議之外 他也要考慮到撤僑的問題 當地的他們巧明的心態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韓國到二月二十七號的時候才決定 就是從中國進入韓國人是需要這個管制 而且是這個就是停止這個航班的 這樣子一個處置 可是其實事實上是中國 在二月二十五號先針對南韓民眾先做限制之後 那韓國等過了兩天之後再反制措施 所以我們中間也看到很多這個國際關係上面 還有在政治上面的一些角力過程 老師當然我剛剛第二問題就是說 像現在已經發展到第二波第三波的傳染了 韓國的公衛體系能夠支持應付接下來的發展嗎 是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說 各國的處理疫情上面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關於公衛上面排名 事實上台灣跟南韓都是數一數二 然後韓國其實基本上也非常重視 像是台灣的健保體制 所以其實在南韓的就醫 還有這個醫療這個公衛體系 基本上是讓人家受到這個信任 那但是韓國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 為什麼會跟台灣不一樣 例如說韓國呢 他就是直接公佈在哪家醫院 然後會有哪些感染者 他其實都是資訊是公開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韓國曾經有受到這個中東急性呼吸症候群 也就是MERS的這個影響 當時因為沒有公佈這一個醫院 到底是哪些醫院有確診病患 所以後來造成了一波短暫的流行 所以韓國的這個國會就立法 所以讓他們現在可以去公佈這樣的資訊 而公佈資訊之後 你就馬上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知道 有很多人被抓出來 所以這也是印證一點 就是說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 他一個特性就是說 如果說你把這個整個數字攤開來看的話 事實上他的重症比例應該是小 但是他輕症會非常的多 那所以在這麼多的輕症和重症混雜在一起的時候 你要如何由系統性的去處理 那韓國目前的方式是 真的是重症病患的話 是集中在醫院管制 而輕症病患的話 則是在附近找這個可以收留的地區 不管是體育館或是怎樣 或是學校的方式 讓一人一間的方式去做這樣子隔離 但是問題是這個人數 越來越增加的狀況之下 該如何處理 特別是大邱跟慶上北道市的地區 是非常集中的 那韓國過去呢 在管理這個傳染病的時候 其實是地方政府的職責 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是地方政府 特別是大邱市呢 他現在已經不堪負荷了 所以大邱市長就公開的希望說 政府能夠來介入 中央政府來介入 那文在寅總統當然也就是 馬上就是宣佈就是 由政府的力量來支柱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還在於可控制的範圍 主要原因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韓國的這個 因為武漢肺炎的這個過世的人數 看起來比例是低的 所以從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在韓國呢 因為大家已經開始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有開始做一些防護 那特別是呢 也有一些警覺性的狀況之下 已經開始就是他的高原 可能即將會到達他的高原期 到高原期之後 緩和之後呢 再過一部分時間就會稍微的下降 所以現在開始主要更要注意的是 在既有的公衛醫療體系之外呢 對於境外 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 這樣移入的狀況呢 他們會更加的小心 老師講到大邱其實 說要主要注意這個境外啦 當然我們講到大邱會想到說 這次的爆發群聚感很大的一部分 那個新天地教會 當然他有很多的教友是 不太願意接受檢疫的 然後他們有時候甚至會 隱藏自己的身份 是不是也會變成是 韓國自己國內在防疫上 一個問題 是 那在新天地教會這件事情 在韓國國內政治上 他所發酵出來的 除了這個新興宗教 有人稱為他是異端 韓文裡面叫撒一筆 就似而非 就是這樣的宗教 除了對於宗教之間 這個討論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大邱跟慶上北大 基本上過去是保守陣營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 在文在寅總統 在選總統的時候 大勝的同時呢 事實上他也只有 有在這兩個區域裡面 是受到挫敗 也就是說在這邊呢 其實是對於現在政府 是比較不信任的地區 而這邊不信任的地區呢 這樣子集體的這個宗教的 因為這個宗教的聚會 而遭到感染這件事情 政府對他們處置的態度 在地的居民是不是能夠信服 然後另外一點是說保守派 比較拼向保守派媒體 針對於政府對於他們的舉措 是不是會展開在媒體上的批判 這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呢 本身是公衛醫療的事情 但是在韓國的媒體上面 有些人已經把它操作成 有點像是政治上面保守 跟進步派的一個鬥爭 而且很重要一點是韓國在四月十五號 所以就要進行他的國會議員選舉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很多人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現在已經變成兩派 就是說一派就是說是政府無力嘛 那另外一派就是說 你這個是希望用政治的影響 來打擊政府的威信 所以現在已經變各說各話 但是現在有一個硬道理 就是說接下來的確診人數 是不是會繼續的增加 然後這些公衛醫療體系 是否政府能夠給他做一個更好的處置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所看到 在大邱更需要注意到的事實 事情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說 在這個教會的聚集上面呢 事實上韓國大概有百分 其實韓國宗教裡面 其實最大宗的事情是佛教 但是佛教並不像基督宗教一樣 它有一個定期的這樣的禮拜聚會 那韓國的這個大型的宗教 大型的這個基督教派 不管是新教或者是這個天主教派 那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 十四到二十左右的人數嘛 然後這些人每一次呢 每個禮拜在這個做禮拜的時候 在同樣的空間裡面 大概一天呢可以做八次的本堂禮拜 然後每一次的禮拜都是上千人 那如何去做好有效的反應 可能是韓國政府 現在也必須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講到韓國主任 那另外我們來看他隔壁的日本好了 現在日本的情況 大概最近也開始在討論說 是不是應該要取消東京奧運 但是奧委會也出來說 好像也沒這件事情 是 老師那你怎麼看 是的那東京奧運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是安倍他安倍首相 總理呢他希望能夠在 這個振興日本的這個經濟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為了要迎接這個東京奧運 這個日本舉國上下也做了非常多的 準備和宣傳 那包括剛剛提到這個消費稅的增加 那基本上也是預期會有更多的消費 同時呢也希望能夠有促進更多的 這個就業的機會 所以對於日本政府 特別是對於這個安倍首相來講的話 取消東京奧運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反而停辦有不可承受之重 是而且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他現在受到一個很大的壓力是說 現在世界各國 包括這種職業運動的賽事 不管是在意大利 都取消了嗎 對或是甚至美國的NBA 也受到了取消 這代表說世界各國現在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共識 就是在短時間之內 不要做這種大型的聚會 那所以這個東京奧運呢 是不是會舉辦人員的這個流動 那要如何來監控監管 那變成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當然很重要一點是 因為他的時間上面 其實有一點點擊破了 那現在很停辦 或者是說在舉辦過程 延後或者現在看起來是不可行 那如何 如果說要繼續進行下去的話 那如何確保運動員的安全 如何確保他們到日本的時候 會覺得是比較安心 然後不要有這個大型的 這個傳染的狀況出現 會變成是日本政府現在必須要 積極去處理的議題和課題 那中間很重要一點是 他必須要說服其他國家 日本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是 日本現在檢疫的數字 其實並沒有那麼多 那反而比較特別一點是 像是北海道 他是一個觀光旅遊 非常重要的地方 但是他先宣布緊急狀態 是 因為北海道知識 他本身過去就是處理疾病 這個疾病相關的 這個政府的文官體系的人 所以他對這個 比較有意識 比較能夠意識到這個擊破性 所以他也是比較積極去篩選 所以你就看到北海道的狀況 好像會跟真實的狀況 會更接近一點 所以日本的狀況現在 現在也是大家非常關切 和關心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認為說 日本其實是公共衛生 也是做得很進步的國家 照理來講 應該不至於會這麼嚴重才對 是 那現在這個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日本的公共衛生技術 醫療技部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 國民的年紀非常的長壽 這件事情是受到世界上面 所重視的 所以說很多人都認為說 老後在日本 他可以活到比較久 比較健康嘛 那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包括是世界這個 幾乎是第二長壽的國家 義大利 他反而是現在受到 這個疫情影響最重的地方 就是他死亡人數比較高 因為他確診的 都已經到比較後期確診 而且很多都是比較年紀大的 公衛醫療體系 沒有辦法完全支撐狀況之下 在義大利就變得非常的嚴重 那現在很多人也是在擔心說 在日本會不會有 類似的狀況發生 因為日本的這個國民的 年紀平均是比較高的 而且這個現在這個疫情 其實是對年長者比較多影響的 那所以現在大家對於日本的狀況 也是希望說 能夠有更加更多的 這個透明公開的資訊 這樣大家才能夠更相信說 日本是不是有能力來應付 接下來這個東京奧運的舉辦 好 謝謝老師 今天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我們到來台視頻的收看 請教授 下次再見 拜拜 請教授 下次見 最後一位 請教授 misgehe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